有鉴于全县国小学生人数最多的中正国小 存在多年的学生上学、下学、人车真到问题 县长和相关单位在中正国小校门口周边通学安全改善 进行实地会刊 4号当天下午县长特别召集教育处、公务处、观光处和警察局 以及中正国小等相关单位现刊 确认改善方案解决多年来困扰校方和诸多刑人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个方案就这样定下来 然后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校长 到时候这整个开始在做的时候 请学校我们教育处会协助去画一个路线图 就是更改过后这里面会包含什么 包含交通管制的时间 经过与会人士现场会刊讨论 确认极点原则跟共事县长 并责成相关单位朝这个方向积极的具体推动 就是要解决困扰这个中正国小上下学期间 人车真道,人车真道的问题 这一个问题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好几年 那过去不管是在道安汇报 或者是在家长会 乃至在校园长会议 其实都一直有谈 但是一直有些困难没有办法去排除 那么在我自己本身的市政计划里面 建构校园,建构校园上下学的安心 安心步道,通学步道 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也跟相关单位要求 有困难就排除 还是一切以解决孩子 安心上学为第一优先 我们会做交通执法 同时会兴建步道 同时将停车阁做分三式的转移 图销部分的停车阁做步道 然后转移到其他的路口 那同时由学校这边加强导户 一个完整的方案出来之后 我想今后这个中正国小校门口 人车真道的状况 就可以有效的解决 县长强调 让孩子安全快乐的上下学 是孩子的基本人权 通学路只是起点 期盼在不久的将来 良善的设计 能普及金门所有的道路空间 让儿童、高龄者和身心障碍人士 都可以有连续安全无障碍的 实体人行道可以利用 让通学路真正成为 通往落实人本交通的 移居城市之道 并且只要订阅 以为我转过来